重灵阿妈 钟丽婷做客 超级访问 新兴的故事 坚信 如果爱就要大胆爱的钟丽婷 遇上这个男人 竟然摇身变成小女人 你会不会觉得她太强势了 她太大男人了 你会觉得烦 但是 我喜欢她呀 然后只要你在了旁边 有什么都不怕 怕胖吗 如果你们吵架就是 很容易是这样子 对不起 我是做不了这个 但是现在好像 我能吓掉吗 这就是撒娇啊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我这会有这个能力 张荣树动情演唱 竟让钟丽婷感动我泪 更多精彩 现在今晚21点20 重新卫视 超级访问 新兴的故事 我跟你说 如果爱之后 这个三个字要改一下 为什么 要改成小女人 对 为什么 那我们今天 如果爱里面 我们钟丽婷身边的 另一位男主角 已经来到了现场 让我们掌声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掌声有请 张维硕 张先生 欢迎 好生分 张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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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来帅哥了 看到你 喂 你什么态度啊 我跟你说 你站到这边 我们要让钟丽婷来介绍你 大家好 我想介绍我的内班 疊 大家好 我们去 humanos 对 annoyed 加油 走了 这样不太好 这样不太好 让不那么保守 他说这样不太好 对 抱抱就没事 在今天上 对 躺了爱四个月了吧 因为这个节目叫如果爱 然后再没想到 在那个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找到一个这么优秀的男性 你对他了点 是跟志敌吗 他哪里人 他山东啊 山东哪里 他是青岛出生 然后是林语 哇 他也可以说 我可以告诉你 大家好 我什么 高 我高兴认识你 我是 很高兴 很高兴 山东话 没有 我叫他山东话 来来来来 张伦寿演员 歌手 2007年张伦寿参加 真伟思超级新秀 评选活动获得冠军 其新秀 总冠军的就是 五号 张伦寿 恭喜张伦寿 随后他在多部影视剧中 饰演高富帅深得粉丝尽爱 天佑老师 根本就没有试造型这回事吧 我这么容易被你看穿了 对于我自作主张这件事呢 我感到抱歉 近期张伦寿和钟立提合作搭档 真人秀节目 其间荧幕情侣日久生情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甜蜜瞬间 谢谢张伦寿在等了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手拉手 张伦寿说 这不好 我的天哪 山东奶奶可传统了 太好玩了 我先说一句 我最近看新闻说 张伦寿比钟立提小 12岁 对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请问张先生 你最近压力大吗 有点大 有点大 就像刚才你牵我手那个事 你看我马上我就 对 然后现在比如说出去 有时候朋友约吃饭 单独的女生 我说咱们再多找几个人 我说万一被拍了 我说说不清楚 然后让我们家立提丢人 真的 我要很小心 我说不好不好 对 是这样的 两位第一次在节目中 见到的时候之前 上了节目之前认识吗 没有认识啊 我好像四年前 好像在一个夜店碰过她一次 你不是说你不去夜店吗 我刚刚离婚一个小区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 没什么高峰 打过一个招呼 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印象就是 就没了 对 印象就是前辈 前辈 注意点 好 女神 女神 四年以后 就在这个节目秀 我能问一下 你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们第一印象 就是 我就是惊喜 因为她真的是 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 就是她给了人很多 阳光的能量 你会感觉 就是超级活力 然后完全地 跟大家很容易去相处 然后就觉得让我也很松弛 那你们上这节目是奔着 真的是想找另外一半 还是就是个节目 没有想到 没有 是因为我想首先说一下 因为我之前上到这个节目 我看到很多粉丝都要 我得不太知识 就比如说她会觉得 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妈妈 要不然你在家带孩子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谈恋爱 还有人这么说 对 为什么我这年龄大了也不可以谈恋爱 还是也不 为什么20岁就可以谈恋爱 后来我就希望我可以常在以后 我想看一下能不能 给大家一个希望 可以跟我一样的勇敢的爱 她真的是奔着谈恋爱去的 对 所以你真的有一天她到你身边 做你的另外一半 给你来上的节目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就是这些东西吧 你是要准备唱出来吗 难道一切都是 这时候我没听过 还刘大华的天意啊 是吧 我只会想爱你一万年 放松了放松了 对对对 你说说你的感觉 当你们俩真的是来电的那种时候 你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人秀啊 太难演了你知道吧 大家可能看了这个节目 我说不是打广告啊 就是因为里面真的是我们俩会去玩啊 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啊 你会发现她的性格 我觉得只要大家了解她 就知道一切都是合理的 所以这里面所谓的浪漫桥段 不是设计的 而是你自己准备的 我会去提 但我想问一下 你是从刚开始录制第一天 在哪个点上开始对她 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这是我关心的 你也关心啊 是吧 她哭了我就有感觉了 哪个 第一期啊 第一期就来了 不 她那个说 你也不想放弃了 我想在那时候就是你 她觉得我太帅了 觉得我不合适 因为你一开始只是好感 并不是说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因为第一期我们互选 她就说我觉得不太合适 说因为可能觉得我 可能不太喜欢孩子 对 然后她就误会我 然后呢就说我就算了吧 然后她就哭了 她一哭我就觉得 特别的 就你忽然能感觉到就是 一个人呢 她内心的东西是很多的 她也需要 考虑很多 她需要一个 我觉得她需要一个 一个可以听她说话的人 挺棒的 挺棒的 那天 杨娜那天 她对你来电的那一天 你说你是觉得 带了孩子会 好像负担太大了 还是太多 我觉得我教育不好 所以我就说 我要三个孩子怎么办 后来我说她 那就放弃吧 你是不是想你妈不同意 其实真没想那么多 想的少多了 她就问我这问题 她说你这个 就是因为她觉得我这年纪也三十多岁了 就说为什么你一直没有小孩啊 那我说我觉得 我说这小孩太可怕了 我说怎么教育啊 我说你要教不好 没有办法倒带啊这个事 就是 怎么样了就是怎么样了 对吧 我想说从来一遍不可能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当时其实就是这种心态 很真实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我特实在 你知道吗 就她俩太逗了 她拿一个节目第一期 两人聊的已经 这个未来 两人如果在一起 怎么教育孩子 多远你怎么想的 问我这问题啊 没有 因为我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我想确定 那等于你还是看上我了 对吧 两个人啊 两个人啊 在一起啊 虽然是过两个人的日子 但是要考虑到很多周边嘛 比如说像 我们俩都开始过两个人的日子了 对 你爸妈呢 你爸妈怎么看呢 其实啊 真的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可以真正 有很快乐的笑 很幸福的过生活 你没有一个理由说 你不要去那么做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打个比喻 比如说可能很多感情看起来像个榴莲 你知道吧 看起来哇 怎么是这样的 然后闻起来也不好 但你吃过的人觉得很好吃 然后你就跟这个吃过的人说 你别吃了 这个太臭了 太难看了 我说给你一个龙脸糟糕是吧 对 但是吃了这个人呢 上瘾了 你会知道 其实他是甜的 所以说 我能理解很多人对 就这种感情的 对 这种害怕或者误解 就是这个是必须要 你要去成熟地面对的 但是你也要相信 你吃到嘴里的这个香甜 是真实的 不要给你鼓掌 我觉得你的思想好成熟 刚才我们终于提的是 你跟他在节目认识以后 这种谈恋爱的感觉是什么 他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就是 你们要时间吗 有 有 有 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好我都 他很多 就是很多好的 我们有时间 真的 你慢慢讲 我们慢慢听 就是他真的是 就是我的心灵中最想要的 Mr.Right 就是 对的哪个 对 还有自然感 就是很真实 然后还有 还有我特别喜欢打男人的主意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以前比较强 然后现在我就喜欢人照顾我 也可以疼我 哄我 然后他的人品 我觉得我们的价值和原子 有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很重要 然后最重要是幽默 这点看不出来是吧 先换个音乐 真的 真的 我真看不出来你的幽默 要幽默真的 每一天 但他的山东大男人 我一直都知道 戴君你是来捧场还是打场 他说幽默 你就说好幽默 好幽默 我要给你打一张声 他真的是有一天 你会不会觉得他太强势了 他太大男人了 你会觉得烦 但是我喜欢 你刚才说 你以前其实是不爱撒娇的 我不会 而且我 我觉得我撒娇 我会鸡皮盖的 而且我想吐了 真的 我以前就不会撒娇 然后我 我有很多台湾的女朋友 她们是很嗲 对不对 特别能撒娇 然后我问她们 你能不能叫我这么撒娇 然后她说 这个如果你们吵架 她就是很容易是这样子 她在害你 对不起 我是做不了这个 但是现在好像 我能吓架吗 这就是撒娇啊 行吗 又出汗了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 在节目当中 因为真秀要设计一些浪漫环节 大家要PK嘛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男主人 这个浪漫设计的怎么样 我真不觉得张仁硕是会设计浪漫的人 你老看人走眼 好 来来 我认为好不好 我们很喜欢 我觉得很正宗啊 为什么很不然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塞了 怎么的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是给我的 我帮你戴上吧 我帮你戴上吧 那个其实 其实我真的 还有一件礼物 还有一件礼物 我还有一件礼物 今天不是我生日 今天对我来说 可非常重要 我希望你非常开心 你好帅 你好帅上去 Christine Christine 不要做你有带水 所以对 是因为聚集会 Christine Christine 我不要让爱情哭 好唱 像我来 别后悔去面对 洋董的晨曦还太完美 是因为第一个人 我 Got他 我不是要 你 我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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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说 你 我不是要 我不是要 你 我不是要 要看人的 你是会觉得真是惊喜 如果我给那夏琳 弄礼金的杯子里 他肯定又给吃下去了 谢谢真人秀 他在医院里得住四天 不要听你唱歌 真的听我唱歌了 我没有听过 他是歌手出道 你没听过 对 我没有听过 来 请你 你眼睛看不到我的需要 你的耳朵听不见我的祈祷 如果说天气都难以预告 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 我要对你多好 你要爱我多少 有什么重要 也许答案得走过天涯海角 最后才知道 听得见你心在跳 最重要 你的泪不代表我的烦恼 我的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 如果说爱情的时候需要 闭上了眼睛才有味道 你怎么哭成这样 你看一下 我觉得你哭起来好美 笑起来美 笑起来美 笑起来也美 哭起来也美 对 因为你唱得太好了 真的好好 你命了 看 你还设计过别的信息吗 他都是要求是吗 这两个是很OK的 还有别的吗 其实说实话 还有一个特别好笑 就是Let it go 你记得 对 因为她说 因为我知道 我会问我说 那个Cata和Jaden最喜欢 因为有一期是我们要去 广州孩子要一起 跟小胖要一起 对 我说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说他们特别喜欢 Let it go Let it go 那首歌 我说那这怎么办 我说你会唱 你唱一首给他们 我说这女生我唱不了 然后我就私自跟 我会跟节目组商量 我说我要唱Let it go 我说你们要帮我安排 然后他们说 这你行吗 我说没问题 然后他们就过 也特别给面 安排了一个特别盛大的场面 然后太阳马戏团 50多个伴舞 给我伴舞 我出来唱Let it go 我一出来的时候特别好笑 因为彩排的时候 我上厕所错过了 他们没见着我本人 然后真是演出的时候 就是我骑着马车出来之后 然后下面的演员笑成一片 你知道吗 全是外国人 他们哈哈哈哈 我就站在上面 剃头一头金发 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各位 这衣服我再涂口红 然后两个孩子 这个不是上 这个不是上 不认识我了 这特别 对这个 太怕我 我下去 我说来来来 没有 没有 现在出一个金发美女 对 然后你出来了 对 我 你扩好吗 啊 我扩我的 不是 你扩子在这种 什么啊 你扩子在这种 可能你是杀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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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Jayton 起床 一起 過來 完了 我跟你講 朱莉希雖然是一個熱戀的 在想女人 對 智商在下降的鄉天 那女兒喜歡她嗎 很可愛 她們特別喜歡她 對 她肯定招小的小孩 對 老三 Jayton也蠻喜歡 真的有點害羞 是嗎 現在一點都不害羞了 說話是吧 說了就不害羞了 這是在香港 迪士尼 其實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去試 包括跟孩子相處 對 因為不是所有人上來就會做爸爸媽媽的 其實你去相處 你會發現自己有很多超能力 其實說實在話 我就是小孩啊 是加油站 你知道吧 她一開始就 我們剛認識她 她跟我說 我特別喜歡 見到孩子的感覺 但我是不了解的 但後期我們就熟了嘛 小孩也會跟我們 你常見到我 然後 他們 哎呀 上叔叔 然後見到你很熱情啊 給你擁抱啊 什麼的 你疼 哎呀 你疼不疼啊 你就忽然會覺得 哇 原來其實我們反了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認為說 我們照顧孩子很累 有時候覺得孩子照顧你 真的 他們是一個淨化器 對 把你所有的負能量的東西就洗了 哎呦 對 就洗了 哎我怎麼現在看你那麼順眼啊 但是你說特別對 祝福你們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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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什麼話要對對方說的嗎 你真美好 你先說 忠利婷你先說這回 你是我的幸運的星星 然後 我會盡量 讓你每一天開心 哇 音樂太煽情了 我覺得 不錯呢 我覺得 我希望 這個幸運 永遠如你 就與你相伴 然後一切都是更美好的未來 然後 把握自己的快樂和幸福 是最重要的 對吧 嗯 然後只要你在我旁邊 我什麼都不怕 真的嗎 嗯 怕胖嗎 讓我們特定 我的天哪 他倆就讓我受不了 來來來 把我們倆給刺激了 真的受刺激了 太開心了 我們一起來喝張飲料 謝謝 謝謝 來 謝謝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